约16号呢 朝鲜是突然宣布取消计划于当天举行的朝韩高级别会谈 那么稍后朝鲜的附外相说 如果美国坚持让朝鲜单方面契合的话 那么美朝的高峰会就没有任何意义 那很多分析认为呢 这是由于这个朝鲜觉得美国没有做出任何让步所做出的威胁 你觉得呢 从表面上看朝鲜提出的理由是这样啊 就是说朝鲜好像做出了一些妥协 但是美国呢 并没有做出让步 就是朝鲜5月9号放了三名美国人质嘛 再一个就是他声称要关闭那个封锡里的核试验基地 但是美国这边呢 一个是5月11号的那个大雷霆军事演习仍然按计划进行 同时呢 美国的跟朝鲜有关的这个安全团队呢 他也是把无核化的级别升高了 过去讲的是全面可核查不可逆无核化这三项标准 那后来蓬佩奥和博尔顿呢 还有彭斯 他们都是把这个全面换成了永久 就是好像是把这个无核化的标准给提高了 但是我觉得呢 从这些理由来解释说 朝鲜为什么突然变脸呢 是不充分的 因为你要看朝鲜它变脸的时机 5月16号朝鲜突然取消这个朝韩高级别会谈 5月14号就是两天之前 他刚派了一个代表团去北京 5月15号呢 就是刘鹤 就是中共的副总理刘鹤 带这个Maui谈判代表团去华盛顿的时候 所以他挑这个时机呢 金正恩突然发脾气 这个比较明显是和北京配合行动 就相当于两方互相依靠 然后呢 共同发难都向美国施加压力 是这么个意思 你说真的就是美国方面不妥协 就激怒了朝鲜 还不是这样 为啥呢 因为这个5月11号的军演呢 就是美韩会继续进行军事演习 这个信息呢 之前几轮朝韩互动 美朝互动都已经传达给金正恩了 而金正恩呢 也在不同场合表达 说是理解 同时你说博尔顿讲要按照利比亚的方式 实现去核化 好像是把这个去核化的门槛抬得很高 他这个话是在4月29号 在一个电视采访当中说的 离这个金正恩翻脸 5月16号中间隔了大半个月 所以金正恩他也不至于反应那么慢 过大半个月才想起来要发飙嘛 所以说金正恩这回翻脸 看起来翻脸啊 他其实并没有 是说就不跟美国谈了 就是他这次威胁吧 其实他是掐准了中美贸易谈判那个时机 那我估计呢 就是他上次去大连和习近平 可能两人商量好了这个发招的步骤 就是中国这边 中共这边派团去美国进行贸易谈判 然后他这边翻脸威胁美国 然后呢中共这边在跟美国说 这个关键时刻要实现朝鲜无核化 如果不让一切回到原点 那怎么办呢 那就只有我去安抚金正恩 只有我有这个办法 让这个小兄弟乖乖的不离开谈判桌 以此去要求川普在贸易上有所退步 所以我想呢 这应该是这样一种安排 但按照这种说法呢 等于说是朝鲜在对中国的一个favor 但是这个对金三胖 因为他翻脸对他自己也是很有风险的 那他能从中收获什么呢 我想他目的最想取得的最大收获 当然还是让美国有所妥协 就是金正恩呢 他所理想的那个谈判状态 是回到90年代初美朝第一轮无核化谈判的那个状态上来 也就是说朝鲜虽然承诺弃核 但是美国同步的就撤出在韩国部署的战术核武器 而且暂停美韩军演 同时朝鲜这边关闭核反应堆 美国那边就给他提供原料援助 这是你90年代那个模式 这个模式呢 他确实是体现了那个所谓的同步进行的方式 但是这个方式已经失败了 所以金正恩他所理想的状态呢 就是想迫使川普按照20年前的模式给他打交道 所以金正恩的企图 如果用一句话简单总结的话 就是他想把美国的那个时钟拨回到20年前 而把他自己的时钟定格在当下 就是说他其实还是想继续持有核武器 同时把这个谈判变成一场时间拖延 变成一个对美国的愚弄 这是他最大想取得的目标 第二个目标呢 当然他在这个弹口上配合习近平叫牌 向美国叫牌去争取那个贸易谈判上的利益 这事也不能白干 承担风险嘛 风险总是和收益挂钩的 所以我想呢 他这次去大连 还有5月14号他派团去北京 应该中共和朝鲜之间达成了一些重要的利益交换 同时第三个目的我想就是刺激韩国 因为上个月底 朝韩首脑峰会以后 宣布了那个板门店宣言 然后韩国朝野社会各界 都是对这个朝鲜半岛局势缓和寄予厚望 在这个时候 他突然间变脸呢 他能够刺激韩国政府那个患德患失之心 就好像是看起来 朝韩已经取得突破了 不仅要达成和平协议 而且这个连民族统一都有望了 好像是前途充满了光明 这个时候他突然变脸 那韩国那边可能会觉得 哎呀好不容易取得进展了 不要让这个机会失去啊 所以就是在退一步啊 是不是在迁就迁就他呀 把金正恩留在谈判桌呀 甚至呢通过韩国为中介去说服美国软化立场 那这些呢我想是金正恩想要达到的目的 他有可能想从这些方面有所收获 那你认为美国政府有退却的空间吗 假如说川普政府在原则立场上有所松动 特别是接受了朝鲜那个分阶段和同步实施无核化的 它会带来两个后果 第一个后果呢 那就是真的他这个立场就回到了克林顿政府那个时代 因为分阶段和同步实施 那基本上就是克林顿时代的朝鲜无核化策略 是一个已经失败的策略 小布什和奥巴马时代的策略是战略忍耐 就是不积极推进 同时呢也不回到原来的谈判路线上去 那川普要是现在倒过去的话 又回到了克林顿那个时代的做法 那岂不是连小布什和奥巴马都不如了吗 那他搞了那么多事情 又是经济制裁又是军事威胁 那这样所有这些事情都白做了 这是一个损失 第二个损失的话就是如果对朝鲜妥协 那么川普政府退出伊朗核协议 就会成为一个很难堪的事情 因为要知道朝鲜所要求的 是一个比伊朗更加宽大的待遇 就是连伊朗都还不算是分阶段实施去核化 就是说按照他那个无核化协议所规定的条款 2015年7月份这个协议生效 那在当年剩下的几个月里面 伊朗就达成了那个协议规定的内容 然后2016年1月份就对他放宽制裁 他也不是说分成几个阶段 那你现在如果对朝鲜比对伊朗更宽大的话 那你为什么要退出伊核协议呢 特别是你要这么做的话 你之前还得罪了盟国 得罪了法国 德国 那川普在法国 德国领导人眼睛里看来 就会成为一个笑话 所以目前的状况是伊核和朝核 是放在一个篮子里解决的 你如果对一个退让的话 对另一个你就很难坚守入底线 同时你在一方面取得进展的话 对另一家的来讲的话 也可以成为借鉴 所以就是一个同进同对的关系 再有一点呢 就是朝鲜现在他的这个核计划 已经非常接近成功了 你如果搞这个同步实施的无核化 他这边就交出去几枚核导弹 然后你就把这个制裁就放松了 他就能够取得资金了 他很容易就走完最后一步 那个时候你再回过头说 再想实现完全去核化 就会变得更艰难了 但现在朝鲜已经威胁说要取消川建会 那你认为川普和金正恩的会面 真的会流产吗 在过程中流产 或者说谈判开始以后破裂 这种可能性一直都存在 但现在看起来 我觉得川建会如期举行的可能性 还是要大一些 因为取消会谈这个事情 其实金正恩比川普更加困难一些 为什么说呢 因为川普他要取消和金正恩的会谈 他只需要一个条件就行了 就是说在会谈之前 双方的立场已经很明确了 确实没有妥协的空间 谈判是浪费时间 那就不用再谈了 川普以前也说过 说如果他觉得谈判没有结果的话 他会非常礼貌的离场 所以对川普来讲 他只要有这么一个条件就行了 但是对金正恩来讲呢 除了这个条件之外 他还得再多一个条件 就是说他真的就不跟川普谈了 但是呢 他得同时取得中共的支持 就是中共呢 也能够接受这个结果 同时呢哪怕这个制裁继续延续 那北京他也愿意冒着违反联合国决议的风险 继续给朝鲜以援助 能够让朝鲜在严厉的制裁下 再能挺挺很长一段时间 所以对金正恩来讲呢 他需要的条件多一个 所以说呢 他去撤销这个川金会的难度 也相应就更大一分 这个过程中另一个关键角色 当然就是习近平 就是中共政府 他现在要利用朝鲜这张牌 向美国叫价 尽量避免那个中美贸易战 如果在那之前 他发现利用朝鲜的这个 去威胁的价值不那么高 但他还是得尽快跟美国达成一个贸易协议 所以过了五月底六月初 那个坎之后呢 他继续和金正恩联合发球的 那个必要性啊 那个积极性就降低了 那失去了北京这边 强有力的支持 那金正恩他继续坚持 说向川普叫反的积极性 也就降低了 从美国这边的立场来说呢 唯金之计最明智的呢 就是不理金正恩 因为金正恩呢 他毕竟没有说就要取消美朝会谈嘛 等他说取消的时候呢 就让他取说 到时候再来讲 就是现在他既然没说 就按照常的准备 现在不管是对于中共也好 对于朝鲜也好 所有发生的变化 都是在这个压力政策下取得的 所以对川普来讲 他的应对策略很简单 就是任你千变万化 他只一以贯之就行了 只要他有足够的定力和决心 能够坚持下去就行 当然金正恩往后 他也有可能提出更强的威胁 对朝鲜这种政权来讲 确实是这样 如果你没有一战的真正的决心 真的有行动的决心 你确实很难逼他在谈判桌上 做出让步 那么接下来这几个星期 可能是决定很多国际大事件的 前途和道路的关键时刻 那么谁能够贯彻始终 谁又将退让 让我们什么以待 好 谢谢文章 谢谢文章 谢谢文章